Manda老师帮我们分析哪些星座的人 他在群体当中就是看起来特别的亮眼 对 好 那我们可以从自己星盘当中的 太阳星座跟上升星座来观察 哪些星座的人真的就是特别的 你一眼就会注意到他 首先第三名呢 如果太阳或上升有落在狮子座的朋友 我们说个人魅力就能够引人注意 狮子座 对 狮子座的朋友 我们先讲 因为狮子座的人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 什么职业 他们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种关太太的一种自我要求 他们从很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 我今天出场我就希望大家看到我 很渴望大家的一个注目 所以呢 你很少看到狮子座的人 真的是穿得随随便便就出门了 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喝喜酒的场合好了 我们越来越轻松了 对不对 有时候真的是牛仔裤啊 搭建衬衫我们就出场了 但狮子座的朋友们 他们如果要去喝喜酒 或者是有一些聚会 一定是全身那种很盛装出席 是不是还要去法郎 这个做个头发呀 化个妆才要出现的 但也因为这样子一个认真的 一个对自我这个造型的态度 所以他们一出场 就很容易这个受到人家的注目 加上制作的人 他们通常自信心是很满的 就是不管真的是 我们说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他就会觉得我很美 我很帅 所以一出场的时候 那种自信也会吸引人的注意 那第二名呢 如果是有在天秤座的朋友 我们说呢 就是帅哥美女赏心悦目 我们先讲其实这是人性 你知道人总是我们第一眼 都很容易被美丽的东西 美丽的人事物给吸引 所以当然天秤座的人 他们先天上 这就是这个先天的一个特质 长得就是比较美 像Maggie的话 太阳跟上升都在天秤 对不对 两位主持人都有天秤座的特质 哎呦 看我们还要点名 哎 导播竟然跳我们的镜头 马上后置加星期 哈哈哈哈 你好烦哦 然后呢 除了我们讲说天生的这个是 没办法要求的之外 天秤座他们其实对于 自己的一个形象 也是非常的在意的 我们讲有的星座好了 可能举例就是大嫂啦 像姿佑姐可能很忙 我们要出门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哎 我衣服穿好了 包包带着 然后我们想的是什么 我包包里面 嗯 这个要出门了 包包里面带了手机皮包 待会顺路要买的东西 这个明细我都带好了 我们就冲出门了 但天秤座的人不是这样哦 出门前 他们定穿好衣服之后 会拉开这个全身的镜子 站在镜子前面 我要先看一下 想一下 哎 我这样今天的搭配怎么样 衣服这个颜色合不和谐 看起来美不美 你知道有的星座 你去看他的穿着打扮 上衣真的很漂亮 裙子也很美 但加在一起就是一个灾难 哈哈哈 你说这是什么星座 嗯 这个不好说 我们下一次有这个专题的时候 再来讨论 好 但对天秤座的人说 他们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他们觉得至少我站出去 就是要一个赏心悦目 没错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用心 所以当他们真的是出了家门 出场的时候 在人群当中 真的就很容易 就是被人一眼就注意到 嗯 好 那么第一名呢 我们说就是要 天蝎座的朋友 因为呢 神秘的风格会引人注目 有庄姐上身就是天蝎座 再来我们说 其实讲实在话 狮子跟天秤 他们很在意别人看到我 以及看到我的模样 但对天蝎来说 其实他们本质上 不太喜欢受人注目的 他们最好觉得说 你们不要看到我 我就是默默的做好我的事情 我就是这个尽我的本分就好了 但是这也是一种人性就是什么 他们会让人觉得你很看不透 我知道你在那里 我知道你这个 可能认真做的事情 但是你都不跟别人交谈 你都不去展现你自己 大家也会很好奇 也就是说 他们会用一种 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种低调 来吸引人的注意 对 然后加上呢 天蝎座的人 他们有一种很独特的特质 就是他们给人家 都一种很有深度的 你知道他们就是 很难一眼看穿 好像你是一个非常 你知道有的人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什么 简单的绘本 我可能看到你 我就知道你人生的故事了 好那天蝎座的人来说 他们就是一个很厚的一本书 可能前面我看了你的这个 这个第一页 第一章 我还不知道后面的故事内容是什么 但就因为这种独特的特质 大家反而会更在意 对他的印象会特别的深刻 好也会因为这样 然后呢会觉得很注目 再来天蝎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 有的星座的人 他会把一身的名牌 穿得上路边摊 但是对于天蝎座来说 他们就很厉害的是 他们可以把一些这种 我们讲说流行的平价服饰 穿得很像顶级名牌 他们就能撑得出这种风格 也因为这样可以吸引目光的 好 那如果没有上访的话 我们就可以跟他们的这些特质 多多的学习 提供给大家参考